好我们接着来讲NodeJS事件 这个实验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单独拿出一小节来讲 首先看一下这个NodeJS 这个实验它是个什么样子的 这是个最简单的Demo 它里面肯定是也是用了观察者模式 上面这个呢是一个基础 API的引用 引用完成之后它也是一个构的函数 这个就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我们刚才讲那个decurl的callbacks 然后呢我们接着去 证明一个实例也是跟decurl.callbacks 那个是差不多一样的 只不过那个呢没有用到new 我们升班实例之后呢 然后这个实例呢就可以监听一个实验 只不过呢我们这儿可以输入一个实验的名字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名字来区分 它监听的是哪个实验 比如说我们这儿监听的实验是sum 然后呢后面是一个监听的函数 然后接着来一个sum实验 然后监听函数 最后呢我们通过这个emite来触发 emite的时候呢肯定要传入这个sum这个实验的名字 也就是说我们这儿 两个监听的sum实验 然后呢我们直接触发这个sum实验 那这两个实验呢肯定都会被执行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当然我们这儿监听的实验名字 如果是另外的名字 执行这个sum呢肯定不会被触发 当然这个地方参数是空的 也是可以传参数的 比如说我们在监听这个sum name 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我们emite去触发这个sum name 把这个参数传进去 然后这个地方这个name就可以接触到 传立参数这个功能肯定是都需要 当然我们还得反过来说 就是node.js里面这个emite的功能 可能就是跟gecler里面那个callbacks的功能一样 你不会直接用到 你不会直接去试明这个new emitter这个东西 好像都没有用过对吧 一个道理哈 就是node.js的这个emite 它也是一个比较底层 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个方法 当然我们可以自己来用 但是呢基本上没有必要自己用 为什么呢 好多的那个node.js其他的功能 都是集成字 或者说集成了这个功能 也可见自立实验这个东西 在node.js中用处是非常广的 要不然它没有必要 单独开发式这么一套机制 我们看完这个基本的应用之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 emite这个东西呢 肯定是可以被其他的功能来继承使用的 自己本身其实用处对用户来说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对它内部的系统来说 最容易很大的 我们看一下怎么继承 比如说我们先把event emitter这个过道函数给它拿过来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写个class 然后直接去继承 这个继承的语法我们之前都讲过了 直接去继承 然后呢在这里面什么都不用写 继承完之后呢 生命一个新的实力 就dog的新的实力 然后呢这个实力就已经有了.on方法了 也就是说cman这个实力 狗的这个实力 .on肯定是这个emitter emitter这个构造函数里边的 然后呢我们.on一个buck 里面可以建设一个函数对吧 后面我们就可以通过emitter来执行这个buck 然后触发这个函数 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写一个class 来去直接继承这个emitter emitter 然后呢我们自己去直接实现了这个实验进行的这个功能 也就是直接实现了自立行实验的功能 你可以这么用 但是呢node.js里面已经有好多的酷 已经这么用了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流 Stream Stream的意义呢 我这多一句嘴啊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讲设计模式的 也不是说专门讲node.js的 所以说我们这不可能说从零开始在介绍FS 危险操作或者说这个Stream 来介绍这个流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当读一个很大的文件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个文件 File1.txt这个文件 它有多少行 它有200万行 200万行那是很大一个文件了 这个文件比较大 但是你的电脑内存又比较小 如果是用这个fs.readfile 一下读出来 那内存吃不开 吃不开怎么办呢 就是通过这个Stream 通过这个流 通过流一点一点的读出来 那怎么样一点一点的读出来呢 就通过这个事件监听就行了 就是读一点 我这先写上这个监听data 最后监听一个n的就是结束了 data什么意思呢 就是读一点 我就吐出一点来 读一点就吐出一点来 我不会一下吐出来 我会从头到尾慢慢慢慢读 像一个流一样 一个水管子 把一桶子水慢慢流出来一样 流一点我就吐出一点 流一点我就吐出一点 当然你可以监听到 如果全流完了 我就是触发这个end 然后你就知道了 这也是一种观察者模式 对吧 就我们先把一点点流出的 这个数据的处理先定义好 以及这个结束的函数先定义好 然后直接去执行这个流 然后等它出发就行了 当然我们这儿是一对一的 现在这个data下面是只有一个函数 那我们这个地方再写一个ondata 里面写第二个函数 它肯定也会被出发的 所以说观察者模式的这个一对多 和一对一 它不是完全矛盾的一个关系 完全是这种流失的读文件 流失的文件 它有个什么坏事呢 就是说这个文件 在一点一点读的时候 它可能不会说完全按照行来读 这一点之间可能到了某一行的中间 它可能就截断了 对吧 如果说我们要分析行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readline 已经有的这个API readline可以建立什么 online onclose 其实这个online onclose 和这个地方这个ondata onn的其实差不多 只不过呢 这个ondata里面呢 它是监听一段一段的数据 对吧 这一段一段的数据 不一定是整行的 那这个online呢 就是我们叫监听一行一行的数据 它其实也是一种流的形式 它是给我们把行给断了 所以说我们要统计某个日志文件 有多少行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统计 当然这个也是一种观察者模式 对吧 其实我们这儿已经是 自定义实践的使用了嘛 自定义实践它是观察者模式 那这儿肯定就是观察者模式 好 那接下来该大家演示了 演示之前呢 随便一个地方 建一个node.js的文件夹 里面我们建一个test1.js的文件 当然这个node.js文件夹里面 还有个data文件夹 里面呢有一个file1.text 大家看这个文件比较大 我们也要测试的 我随便就是复制了一些内容 大约有157万号左右 是很大的一个文件 所以说我们这个文件 可以通过这个流来读取 就效果比较明显 那我们就从头开始演示一下 就先演示自定义的这个函数 event emit 就直接require 这个地方是event event.event emit 好 过多函数就已经拿出来了 这是过多函数 然后呢我们可以taste emitter1 复制成new emit emitter 我们处理化一个实例 对吧 emitter1.on 点on呢 就是监听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写定一个函数的名字 这儿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参数给写上 就可以接触参数 写上fne吧 然后把这个infra给写出来 我们下个度式 监听sum世界 好 这是一个函数 对吧 我们可以再搞一个另外一个函数 也是监听sum世界 把这个注视给它cobby过来 这就是2了 我们这儿可以触发sum世界 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在写那个中文和英文的时候 这个地方都会习惯性的加一个空格 我觉得这个习惯是比较好的 就是我所有的文档里面 只要是中文和英文存在的 比如说这种 中文和数字存在的 我都会加一个空格 这样的话会看到比较简洁 比如说如果是你这样的话 这个sum和这个监听事件 这中间没有空格 看着会有点乱 好 接下来是出发sum世界 出发sum世界比较简单 就是这个emitter.emitter 其实就是这个emitter emitter我们把这个事件的名字传进去 我传一个XXX 把这个参数传进去 参数传进去 这个infra就会打印出来 这是最基本的使用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到这个node.js这个文件夹中来 这个test1.js就是我们刚才建的那个文件 直接执行node.test1.js 好 大家看 fn1.js fn2.js 有时候我们在出发这个sum世界的时候 它真正的是把这两个世界出发了 而且这个参数呢 也真的传过去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下 怎么去继承它来使用 都写完了吗 没写完的话 再暂停一下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删掉 根据那个ppt中讲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 自己的一个class 就是dog.exchange.inventer.emitter 然后constructor 我们得有过的函数对吧 过的函数里面 其实我们简单接受一个名字吧 要不然这个就太简单 太枯燥了 这样的话 这个继承就已经完毕了 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我们直接写class 然后呢 继承这个inventer.emitter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们初始化一个 刚才的这个class之后呢 把名字传进去 simal 然后这个实例 本来是这个dog的实例 对吧 它本来是没有这个 点on的 它现在已经有了 为什么已经有了 因为这个dog已经继承了 这个inventer.emitter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 直接去使用 它自行事件的功能 bug 好 这就是监听 当然了 可以监听 我们也是可以出发的 对吧 出发我们写一个效果 setinterval simal.emit 我们把这个bug 给它出发一下 比如我们一秒钟 出发一次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我们保存 保存之后 我们回到控制台中 我们再继续运行 这个node test1.js 大家看 每一秒钟 都会出现这个simalbug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秒钟 去出发这个bug 它都会去执行 那我们可以再加一个 因为这是一个时间 我们可以再加一个 jrbug1 jrbug2 保存 清平 然后执行 好 大家看 每一秒钟 都会出发两个事件 对吧 那既然说 我们可以自己来写继承 那肯定是说 node.js里面 其他的功能 肯定也可以去 直接继承 这个inviter 对不对 既然我们自己都可以继承了 那它们内部的 肯定是完全可以继承的 而且是说 它们内部已经有很多功能上 已经继承了这个 401事件的使用 而且那个使用上还是比较顺手 功能非常强大的 我们当时 PPT中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这个东西先清了 我这个代码先删掉 大家没写完的 可以现在自己写完之后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接着演示 这个stream的例子 必须用到自定义事件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演示动作 自定义事件 大家看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 而且我们还在演示 说明它的用处是非常广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获取这个FS 然后上面这个readstream FS叫createreadstream 我们把这个目录给写上 data里面这个file.tst 我刚才说了 这个文件是非常大的 如果直接读取的话 这个文件可能会把我 极其的内存给称报了 可能会报错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流的方式 这儿我们创建一个可读流 我们干嘛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整个这个文件的这个内容 到底有多少个字符 比如说这个放在lens里面 我们先复制成零 然后我们读取整个文件的内容 然后看它有多少个字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把它全读出来 然后全算的话 这个内存是消耗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们没必要啊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去监听这个流 on data就是监听 trunk呢 就是说它一点一点的读嘛 对吧 一点一点的我把它流嘛 这个trunk就是说 它是每次流出的那一点 当然它要变成周图圈的形式啊 然后点lens 每次这一点的这个lens 给它加到总的这个类似中来 为了看得方便呢 我们可以这样啊 我们可以把每次的这个lens啊 都给它打印一下 大家看看 是不是像流一样 慢慢把它流出来的 好 那是监听data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监听一个n的 就说明这个流已经完事了 完了之后我们怎么办呢 完了之后 我们直接去把这个总长度 打印出来就好 好 这就是那个流的机制 创建一个流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监听这个流的 每一段数据的输出 然后我们可以监听这个流的结束 这个时候我们清评 执行一下 好 大家看 它其实打印出了好多好多个 从这儿哈 从这儿开始 这一块是个流 这一块是个流出来的数据 这块流出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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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来一直是 到最后 大家看 一共出来多少呢 一共出来是 5752万个字符 这么多的字符 我们如果是 不用流的方式来做 而是说 我们一块读出来 一块做的话 那内存肯定是吃不消的 对吧 当然你如果是使用这个流 那你也不可避免的 就使用这个监听 每一段数据 和监听读完的 自定义实验的 这种使用方式 对吧 好 这是那个流 最后呢 我们再演示一个readline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看了 这个文件 一共有多少个字符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 一共有多少行 好 我们还是先获取这个FS 文件操作的这个API 我们要获取readline readline也是 Nordx里面预留的一个API 我们可以直接用 好 我们声明一个 readline.createinterface 这个API的意思 我们就先不讲了 就是说这个API的用法 我们先不讲了 它的意思是说呢 就是我们可以将这个 FS.createreadstream 然后刚才那个文件 就是这个data里面 发1.tft 这个FS.createreadstream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这个文件读取的流 对吧 然后这个读取的流 我们做一个input 做一个输入 它做一个输入呢 我们生成一个 就是监听到 每一行输出的 这么一个对象 就是我们先给它 弄一个line number 输入成0 就是说行数 我们先处理化 生成0 然后readline.online 就是说它每一行 都会触发这个函数 对吧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 接触的参数 给它放在这儿来 有没有再说 然后它每一行 都会触发 那我们就每一行里面 去直接加加就行了 然后它当然还可以 接受一个close的 一个实践 close就是说 已经读完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 直接去打印就好 OK 大家看一下 就这儿我们获取了 一个文件的 一个输入 然后给它生成一个 可以监听的 这个line和close 一个readline的 一个对象 读取这个文件的 每一行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获取的 这样一个回调 其实这个line 就是每一行的内容 如果是要打印这个line 的话就太多了 因为我们这个文件里面 一共有150-60万 所以说我们就不打印了 我们就直接去 加这个数据 我们看一下 它是不是这个数 OK 那我们到控制台 清评 执行 156万 156万上 跟我们一开始看的 这个文件里面 确实是这个行是一样的 OK 那这里面其实也是用到 这个资金医实践 也是用到了观察长博士